香港基本法23条3月23号生效 香港特首李家超特别提起 过去大型社会运动对香港带来惨痛经历 相信立法能有助于抵挡外国势力抹黑 针对香港23条立法国安局长蔡明燕日前才示警 国人赴港旅游风险增加 交通部长王国才更直言 国人就不要去香港了 引起国内旅游业者不满 贫旅游和保护国人安全都很重要 这个难题也不只有困扰着台湾 除了欧美国家对香港公民自由感到忧心 澳洲政府也继续建议旅客到香港得保持高度谨慎 将香港旅游风险度维持在四级中的第二级 针对类似评论 党府也作出反击 批评包括美国 加拿大 日本等国 是干预大陆内政 企图霍乱香港 TVBS新闻张交宝 林敏珍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